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 问题解决系列4 MECE 它是一种不重叠 不遗漏的分析法 是职场上必备的技能 今天跟各位分享 三个心法 五种分类 让你在职场上 在问题解决上 能够脱颖而出 无往不利 大家好 我是品质营销玩家 杨锦瑶 分享所有乐趣 传承所有使命 我有40年产业实作经验 这个频道专门 传心法 寿命招交货用 让学员能够知情合一 我专进品质管理 营销运营 跟策略规划的企业内训 有受客跟辅导需求 请跟我联络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 什么是MISSY MISSY是 Mackenzie 巴巴拉明头 他在金字塔原理这本书 针对思考 写作 解决问题 发展出了一种逻辑方法 他让一个难以理解的 复杂大问题 经由彼此独立 又互无疑漏的拆解方式 拆解成每一个 更好理解明确的小问题 然后各个急迫 找出原因 下出对策 我想每个人都遇到一种情境 你是PM 你发现到专案卡关了 不知如何推进 你是业务 你发现业绩一直下滑 但是找不出问题的根源 你是工厂的厂长 你发现生产出的产品 一直出现品质不良 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你可以去思考 如何运用 missing missing 就是 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ually exhaustive 就是互相独立 全无一漏 所以彼此不会重叠 重叠 但总加起来又包含了全部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早就运用到missing 只是我们自己不自觉而已 早期垃圾就是一个大垃圾桶 居民通通把垃圾往这里面倒 弄得环境非常张碗 而且政府也不好处理 后来经由垃圾分类 我们把分成可回收 储夷类 危险性类 还有其他类别 就把可回收类分成 瓶装 金属 纸装 跟衣服类 还有塑料类 我们发现到经过垃圾分类以后 居民的环境变成整齐的 政府回收垃圾 处理垃圾 更具效力 也更具效果 那什么是好的missing呢 运动员 我们把它分成男选手 女选手 这就符合missing 因为互相不重叠 也互相能够涵盖全部 第二个呢 麦当劳的顾客 把它分成堂食跟外卖 我们发现到有遗漏 因为忘了打包带走的顾客 那又如四边形 我们列为正方形 长方形跟矩形 我们发现到有重叠 因为矩形跟长方形重叠了 也有遗漏 因为遗漏了灵形 missing是一种拆解心法 所谓心法呢 就是我们把日常的活动 变成生活的习惯 也就是如果日常中 我们每天都要解决问题的话 我们把问题拆解的思维 用missing 化成自然而然的一种生活习惯 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有系统 全面性的 然后把一个复杂 模糊的议题做到不重叠 也不遗漏的分类方式 这样子就能够高效的把握问题的核心 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后运用结构的breakdown方式 把大事化小事化五 然后把复杂模糊议题 变成具体改善的课题 但是它既是心法 就需要自我练习 有三条心法必须铭记在心 第一个要谨记分解的目的是干嘛 是要找到最佳的分解切入角度 如果说你的目的是要分解进度 那就要按过程阶段来分解 比如说我们开发个产品 从概念设计到设计到产品送样 到开发测试 一直到量产 然后最后到售后服务 这些用阶段来分解它 然后找出问题点 如果说你的目的是分析成本 那你就要按照成本的工作项目来分解 第二个避免层次混淆 比如说我们要卖出更多的衣服 增加营收 我们把它拆解成开拓电商的渠套 拓展网络的营销 跟降低竞争扩大市占率 还有改进服装生产流程 跟提高生产效率 你会发现到第四项 好像跟前面三项有点逻辑层次 不清楚不清晰 这样思维会带来我们的混乱 前面三项都在谈营收的扩张 第四项带来生产效率提升 这有点牛头铺类马嘴 这样会让我们问题越弄越复杂 第三个就是借进成熟模型 也就是所谓的借力实力 如果以前的人对商业的4C4P管理的PDCA品质 就是六标准它的DMAIC经过研究验证已经发展出结构的分解模型就直接拿来用不要再自己去开发 那MCE常用的分类方法有哪些呢 有五种分类方法 我们用生产手机盖板产生刮伤不良为例 第一个叫做二分法 二分法非黑即白 一分两分眼 是非常好解决的 所以刮伤不良 我们分为内部因素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就是工厂自身可控的 包括所谓的人 肌料法 还测5M一个E的问题 那外部因素就很难控制 通常我们讲了政经环境的变化 市场工序的变化 供货商跟客户本身的问题 第二个是流程法 我们依据盖板的生产流程 从采购净料检验 加工 成品检验 包装到运输 从这边找出任何可能造成刮伤的不良原因 然后进行分析 第三个是要素法 我们可以把盖板生产要素分为材料 设备 人员跟流程 然后每个要素 你要确保他没有重叠 而且把所有盖板会刮伤的要素 统统都要考虑进来 没有遗漏 然后再针对每一个要素去进行分析 找出不良原因进行改善 第四是公式法 就是刮伤不良的利润损失 我们可以用公式 利润就等于收入减掉成本 其中收入你可以变成 单价成长销售量 成本你可以变成 单个成本成长销售量 加上固体成本 然后我们把刮伤不良所造成 对成本的影响比如说失败成本 以及对销售价格的影响 比如说客户要消责要消退 你把贷金计算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刮伤不良造成的利润损失 最后是举证法 刮伤不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内部因素跟外部因素 再把它区分可控因素跟不可控因素 然后透过这个二维的维度进行优先排序跟资源的分配 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项线以后 我们可以优先从内部因素可控的部分 还有外部因素可控的部分进行优先处理 第三个那MEC解决问题的步骤有哪些 第一个还是要确认问题 我想解决问题一定要先确认问题 要把复杂模糊没有具体量化的议题 这个议题有时候都是老板要的 比如说营收要增长20% 30% 他可不管你现在市场供需有没有平衡 第二个是问题 问题通常都是客户抱怨 然后我们经由定义问题的范围目标条件跟限制 转化为一个具体的smart问题来描述 比如说病人发烧去看病 医生你不能头痛就医头脚痛就医脚 因为病人的认知跟体悟可能是错的 医生需要通过询问检查找出病因 所以确定病人得到什么病 这个过程就是定义问题 当你定义问题确认清楚以后 第二步就是寻找MEC的切入点 我们要按照问题的性质复杂程度 选择合适的角度 用刚才讲的五项分类法来拆解 确保每个指向都是相互独立 而且完全崇尽可以整体包含的 第三呢我们再从大分类中以MEC再做细分 通常每个指向的特点跟重要性 再进一步进行拆解分析的时候 分解到最后往往最后那一步的解决方案 自然而然就会水落水足 就如同我们一开始从问题 然后一直细分每个层级都要符合MEC的条件 那第四个呢我们要确认分割 没有重复遗漏甚至错误 那每个层级都要符合MEC的一个层别原则 当然MEC既要互相独立 又要完全的包吾 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 是需要演练的 所以经由MEC原则把它变成心法 活用在日常的问题解决中 你自然而然也会变成 别人口中的问题解决专家 别忘了公司请你来是解决问题的 不是制造问题的 会解决问题的人一定会受到公司的重用 今天简短来介绍MEC的原则 MEC的分类心法跟执行步骤 麻烦各位帮我点赞评论收藏跟转发